去年到現在 我猜啦 我實在沒有去調資料 我猜啦 我實在沒有去調資料 台灣的資金淘出了多少 第二點經濟一定變差 對 單單那個緊張 外資就跑光了 外資就跑光了 我跟你講 兩岸不用打仗 單單那個關係緊張就慘了 去年到現在 我猜啦 我實在沒有去調資料 台灣的資金淘出了多少 還有一點 我們還是會跟歐盟一些 做一個政黨主席 還會跟這些人會合作吃飯 他就明講 他說我們現在對台灣的投資 全部延到明年一月以後 兩岸不用戰爭 單單那個風險 所以巴特會會把資金抽走 不是沒有道理的 所以是這樣 人家問我說 我賴清德真的當選 會發生什麼事 我說第一個當然戰爭風險升高 第二點經濟一定變差 對 單單那個緊張你知道 外資就跑光了 對 所以你說如果說你勝選的話 這個戰爭的風險會降很低 你會希望讓台灣人民過好日子 那這點跟侯友宜有什麼差別 一樣啊 只是我的執行力比較好 對